總之就跟你說 做了很多事情 花枝沼枝什麼都做齊 我想做到很多事情 又做這做路 又針對聖強 但是他不跟你說 沒有人知道的 他究竟怎樣改革系 但我剛剛看到 市中沉珠 我在堆田區找殘枝去找 最後都被我找到一篇文去做解讀 這篇文是做得比較好的 你做劉浮山手足 是啊 比劉浮山手足更慘 劉浮山的警察怎樣去找蔡天鋒 蔡天鋒說什麼 報夢呢 我們昨天說漏了 蔡天鋒說報夢給他媽媽聽 我在這裡看到很多猴子 那就是給他一個線索 因為看到找到很多猴子 所以說給警察聽 其實我現在在哪裡 我的殘肢在哪裡 我的手在哪裡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報夢算吧 不用劉浮山 好了 現在這個劉浮山手足 這個做國情解讀就是重要 國情解讀真的不容易 這個作者就叫鄧月文 他講些什麼呢 在這篇文裡面 我也嘗試 剛才我為什麼搞這麼久呢 我就要 highlight這篇文說些什麼 要消化給大家聽 究竟現在這個針對性大 又說廣泛又什麼 究竟他是做些什麼 其實就算鄧月文 他自己都知道 他自己都說 這次這個體制改革 跟之前的體制改革 分別之大就是 這次就是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在他公佈消息之前 外界是不知道完全發生什麼事的 首先就是這個不知道什麼 深化改革什麼什麼的那篇 是真的無端端彈出來的 因為我們認知 其實他之前已經搞了兩次了 那些工作會議 以我們的想法 都是講 你怎麼走去 重點應該放在中國經濟那裡 但事實上又不是這樣 首先就是說 其實習近平上台之後 在2013年和2018年 都做過一些體制改革 2018年那次的動靜比較大 先是有一個改革方案 然後就在兩會討論部署 重組很多部門 新設很多機構 然後令到外界以為 那次改革之後 就是習近平時代不會再搞事了 每次都是 其實他一上任 第一年就好像砌厲害 一樣重新砌過 其實是 這個人是瘋了 他就說 所以 輿論 對當局宣佈 又要進行體制改革 然後你又搞 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 第一個反應就是 哇 你習近平又想折騰些什麼 我指出來 因為這次和以往的改革 包括2018年那次 很大不同 就是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在他公佈消息之前 外界是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 過去在這一類的 官方正式公佈之前 消息早就滿天飛 包括什麼呢 就是我們過往會看到 就是他很懂利用香港的南華早報 或者明報那個專欄 有一個專欄 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都會經常把這些消息透露出來 就是他具體會裁切 或者成立什麼機構 基本上是沒有秘密可言 但是今次 在政治局會議之前 是沒有透露半點風釋 但是政治局會議之後 都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前前後後都不知道他在搞什麼 總之就是跟你說 就是針對性大 範圍廣 然後著力去解決問題 簡單一點 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在哪個部門 會有一個改變 現在你是猜的 但是他講得很好 我覺得這件事 政治學學者 真是學者 學到東西 但是這樣搞法 這麼保密 不是好事 因為其實政府機構改革 沒有什麼很值得保密 如果你提前給公眾知情 去參與討論 至少可以當作公眾參與 雖然你們都沒有用的 都沒有任何影響力 至少人都會大概知道 政府想做什麼 國家想做什麼 有一個預測性 有一個可預測性 對 可預測性 很感謝Charles Lin 知道我們現在做的工作辛苦 是很難接近的 這些事情 我們都要接近的 我們希望做到一些事情 讓大家知道多些國情的事情 這個狀況等於以前選特首 究竟是胡蘇曾還是三條七 我們以前的討論都很興奮 現在的做法 就是剝奪了公眾的知情權 令到他們沒有辦法發表任何意見 從一個側面反應來說 習近平統治的下半場 這句說話很重要 就是當局對民眾戒備日心 借用一句俗語 就是防火防盜防白星 是不是說得很好 你正正就是因為心虛 你才要把保密工作做得這麼急 以前呢 你知不知道 之前搞國安法 國安法也是這樣的 又是到最後一刻 你記不記得他那時候 怎樣推國安法的 首先 就是那個八婆律師 香港那個 那個叫什麼名字 在黃大仙以前做區議員 陳萬奇 是的 那個臭屁陳萬奇 他就說他自己建議 他上去這個 人大開會的時候 他說建議為立國安法 然後呢 在開會之前那一天 就算有一個會議的章程也好 譚耀宗也說 我不知道會說什麼 這次我沒有看到 是說會立國安法 然後突然間開會的時候 就告訴你 有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呢 裡面就在包藏了這個 國安惡法在下面 而一向都是這樣的 現在習近平的特色 就是把一些不見得光的東西 就是 怎樣說呢 這些叫做 到時候就在其他事項的議程 爆出來 突襲你 這些就叫鼠蝕狗偷 然後他的說法就是美化上層建築 美化上層建築 突然間爆一聲 突然間有國安法了 然後大家就受了 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是流氓政府來的 但他現在偏偏把這種流氓的做法 就說成是一種 就是國家治理體系 或者叫做 治國現代化 如果你這樣說 這次已經 好過國安法的 你想想 6月底的時候突然間爆出來 然後7月1日就說要執行了 好了 但是呢 雖然 這些做國情學者 你之所以難做 就是要懂得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要懂得解讀 就像劉少佳一樣 就是要做一個 就是要做一個 是不是要 我們預約 很多時候要什麼 要解簽佬 就好像要解簽佬一樣 現在做國情學者 好了 二中全會雖然沒有透露更多 這些機構改革的內容 但是在消息傳出來之後 都還有一些港台的媒體放風 就是說 要將國安部 公安部 劃出國務院 成立內務委員會 就是說 這兩個強力部門 就會劃歸為 內務委員會去管理 然後 這個就重要了 敏感的人 就會馬上覺察到 習近平是否想做 學蘇聯的做法 為警察擴權 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 然後可以隨意去抓人 坦白說 振興經濟就沒有了 那就是全力維穩 這個就是我經常說 要贏就做神 輸就維穩 但是現在習近平 就算不贏也就是做神 維穩就必定了 那就是這種 治國的特色就是這樣 原因就是 現在中國 將經濟增長 希望就放在香港那裡 但問題是 香港那邊 大家都有眼見 現在都喊打喊殺國安法 其實都死得的 其實是 在這樣的狀況下 根本你就沒有辦法 在經濟上 無論香港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你出口的數字 都這麼難看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 就跟市民 或者大陸的老百姓 去交代 給成績表出來 只能夠強化你的維穩結構 然後還有傳言 就是要成立這個 安全和統一委員會 其實這個 就等於是 我想 叫 KGB 安全和統一委員會 我覺得主要是對台 安全統一 第一 你要慎防地區搞分裂 即是五毒 港獨 藏獨 姜獨 把口就說對台 但實際上都是對內 原因就是 慎防人們搞分裂 我們直播一 那時候也有說過 當你東莞那邊 都說用九元一個小時 請勞工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到 多少人其實對習近平不滿 那些人一有機會 在那些網吧 或者在那些微信 微博那裏發表不滿 那你就要建立一個專門的部門 去移動他們 但是你要搞這些 體制改革 你搞一個內務委員會 內務委員會 如果你畫出國務院的話 要成立內務委員會 其實就是以黨令政 簡單來說 你將國安部 公安部 你剔除國務院 不歸國務院去管的話 即是等於 總理是被削權 整個國家機構來說 將這兩樣東西 變送給黨 即是說 你現在是 黨就抗權 然後反而 國務院就肅權 黨進國退 所以其實 我記得有一篇文 是李八達說的 李八達 其實這是藍絲媒體 他有一種說法 叫做南院日強 北院趨弱 南院是什麼 南院就是中央 中共中央 北院就是國務院 中共中央就是黨 國務院就是國 好了 看回鄧月文 鄧月文 鄧月文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即是黨進國退 但是 那些機構怎樣去改 現在不知道 到兩會你就知道 要表決的時候你就知道 但是在中共和民主黨派 舉行的民主協商會 政協 黨媒對這個報道 都可以讓別人看到一些事情 譬如看 習近平 之前的報道裡面 就說 他在二十大要深化改革部署 要深化金融 你聽著 他想涉獵什麼 在哪裡要收權 第一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 統一領導的體制 優化政府 即是職責體系和組織架構 首先是兩件事 就是金融和科技都要收權 以及完善黨中央抉擇 所以未來的動員 就不會再經過國務院 而是由黨主席的習近平 直接下命令 你一個人管散 通常的事情都會很慢 加強混合所有制 這個 混合所有制是什麼 知道嗎 混合所有制 知道嗎 其實就是他現在針對一些 大型的民企 就想做一些 混合所有制 大型的民企 你在行業裡面 是領頭羊來的 那就說 不如你親一下國家 即是新鴻基那種 你要加入黨委 然後黨委 在董事局裡面 先開一個會 之後定好方針 然後你再開一個股東大會 簡單來說 給黨滲透 混合所有制 或者叫公私合營 混合所有制就是這樣 即是 你的東西 即是國家的 國家的 即是國家的 即是國家的 這個叫混合所有制 你搞得好 他就看得起你 才是國家和你一起玩 你以為 接著還有什麼 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 非公有制企業 即是說你現在 是不是安永 安永最近都說 那些黨員 是不是安永還是誰 好像四大其中一間公司 都要那些黨員 要帶襟章 是啊 真是神經病 等一下 這裡好像不是很完整 好的 安永就是這樣 真的很瘋 那你所謂的 即是 你太多字了 再看回這裡 要搞這個 你去哪裏 我剛才讀到哪裏 非公有制 非公有制 黨建工作 非公有制的黨建工作 即是現在 你做私人生意 他都要搞你 即是他都要滲透 又是滲透 其實這兩個都是滲透的 其實基本上 你在中國大陸裏 所有那些大機構 以致去到山寨廠 都有檔案在這裡 李信航業協會 協會 學會 黨建工作 即是你現在 簡單一點來說 即是 習近平引用毛澤東那句 黨政官民學 是嗎 黨要領導一切 你現在不就是 在不同的層面 科技 金融 教育 即是你現在做民企 什麼都要有黨的存在 就是你加強黨的那個控制 就去到那些私人企業層面 即是香港新紅機 在中國大陸裏 製造幾百萬個 是啊 那我 卻要這麼說 不要看 screen 我看回我的錄士 簡單點來說 就是說 鄧月文就說 其實你可以預計 他在金融領域、科技領域和政府組織架構內 是這次改革的著力點 二中全會之前也看到 要深化重點領域的機構改革 剛才我們所說的一定是 所以他有機會會設立金融工委、科技工委和內務委員會 最重要的是改革道向的精神是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加強黨中央的集中領導、集中統一領導 第二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第一我們很清楚黨的集中領導什麼都要有黨的存在 以前在美國的黨要建在連上 那個是誰說的 六七暴動 梁武閒說的 黨要建在連上 什麼叫連 連是軍隊裏面的單位 是一個基層單位 就算你去到一些枝枝幹枝枝枝枝枝的組織 的一個單位上面 你都一定要有黨員的存在 你剛才所說的 任何公司 安穎都要有黨員 新鴻基最先有黨員的 你不用想的了 可能你下去診記茶餐廳那裏 收銀都是黨員來的 這真的很嚴重 總之黨要領導一切 黨員是無處不在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其實這些就 虛無一點 簡單來說就是要黨要領導一切 集中領導 回顧 回顧 回顧這些事就 這些就 不要說了 這些就很 Tony Chan 就說 等於明朝有錦衣衛和東廠 一向那些維穩機構 一向都是錦衣衛和東廠 今時今日是瘋 但你要想清楚 明朝錦衣衛和東廠 是動官的 他很少會動民間 所以說銀是瘋過錦衣衛和東廠 簡單來說 如果你說根據現在的消息來說 會新設一個內務委員會 KGB 內務委員會 其實是將 國務院不同的領域上修權 尤其是國家安全的組織 國家安全之外又要管金融 將金融的權力收回來 因為習近平這個人不懂金融 但是他本身也搞了很多領導小組 管金融管經濟 這些東西 梁家河大學的經濟理念要拿出來 他越是修權 他越是 要親力親為的話 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就要抗及任何的一方面 就算你現在李強是你的人 說你指定了 他要做這個總理也好 其實他都會等於被你加空了 那個原因就是說 你動態清零的三年 你交不到任何成績表 你要怎樣去維繫你自己本身的權力 那你就要強化黨 因為你的權力是從黨那裏來的 嗯嗯嗯嗯嗯嗯 是啊 簡單一點來說可以這樣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想知道得多一點的話 那個黨政機構改革是怎樣的話 就建議剛才看回剛才那篇文章 到最後大家都是頭分老將的 頭分老將 有興趣就看一下 沒有興趣就聽沒有格制 可以介紹一下給朋友說 我們就近來都 好像上個禮拜都說少了很多國情 那就是 你現在正值在 這個兩會之前 就算你說難頂也要說一下 你說對一般人來說有什麼啟示 喇 麗爾寧剛剛死了 麗爾寧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是 這個是在中共裏面的 經濟國師來的 我記得以前 索記都經常說的 麗爾寧 他那個經濟思想 其實是 都很有影響力的 他不是說只是習近平時代 他以前 1930年出生了這個人 麗爾寧 這個人 麗爾寧 你怎麼看他的樣子都像日本人 其實 已經92歲了 曾經是做過 李克強的 博士導師 好像是 最近 你說近年 那個 所謂的 這個 習近平所說的 那個叫做什麼 哎呀 這個叫做 他現在說的經濟思想 共同富裕就是他想出來的 博士導師 共同富裕就是他想出來的 所以多得他不少 他是最早提出股粉制的改革理論學者之一 亦都是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 一開始來說 其實他早期 是把 西方的經濟思想引入了 所以 亦都是令到中國 有一個叫做產權 的一個概念 但是現在你這樣搞 你有什麼產權可言呢 反而你晚年來講 你搞這個 鼓勵這個 共同富裕 你不就是搞到 你不要說黨政不分 是黨民不分 普天之下 莫非黃土 你共產黨有這樣的思想的時候 你那些什麼 現代的經濟學理論 或者你那些什麼 中國經濟學大師 那些 你剛才說的 麗耳玲 我聽另外兩個 這個就等於 張五常 其實都說過很多次 中國港產權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你正正就有了產權的概念 即是你 確認私有產權 是一種權利來的 你每一個人 其實都可以自己 去儲錢 自己 你的努力 是可以得到回報 那你才是會勤力的 是給你一個努力的理由 這個所謂獅子爭山精神 你看到近日 香港的九官 經常說獅子爭山精神 以前就是很公平的 總之你給他一個 很公平的遊戲規則 令到他知道 他的努力是得到回報的話 中國人本身就可以很努力 即是你說 現在你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很多都是以前大陸下來的 香港為什麼可以得意這麼成功呢 很多人就說 這是中英之間的一個完美結合 首先你要有英國的法治的遊戲規則 以及公平的遊戲規則 保護私有產權 同時間你又結合了中國人的勤力 你又有法治社會 香港就是一個 這麼完美的一個試驗 正正就是因為有私有產權的概念 但是你今時今日 你剛才說 喂大哥 你現在 你說那些搞得行的民企 他都說要 公私合營 又要搞混合所有制 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想想阿里巴巴搞得這麼大 到最後馬雲是怎樣 退股然後去日本 首先被人邊緣化 你覺得馬化騰 現在都不知道他在哪裏 你問我TikTok那麼成功 騰訊那麼成功 他應該有很多話說 這傢伙沒有可能消失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翁超就說害人害了92年 我又不會說92年都害人 你說剛才那些 產權的概念 其實都很重要 或者這麼說 他相信共產黨 那個年代的人是這樣的 你又沒有辦法 就知道阿拉奧Peter就說 連自己的優點和缺點都不清楚 香港很難發揮 香港本身 他把自己凍結了在 八九十年代 那個尋租經濟 香港政府把自己的希望放了在 金融放了在 這個地產國那裏的時候 其實就是什麼 看大圍 大圍說怎樣就怎樣 然後就搞什麼 當你集中的 重點收入在賣地的 那時候 你自自然就怎樣 你就是 商場 金行 肯過來開店 才能賺到錢 香港 今時今日的狀況 你能夠容納 香港的地這麼貴 你容納到初創企業嗎 大家容許到一些 前瞻性很強的企業走出來嗎 不行的 所以香港不是很難發揮 而是看大圍 你問李家超 你問陳茂波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香港本身的賺錢方法 不需要有辦法 不需要有辦法 我介紹一下 我介紹一下